今年要进入福音四百年 当年台湾的第一本圣经 就是原住民希拉雅族的马太福音 看见上帝在台湾原住民身上 留下许多祝福的印记 接下来带您走访原乡 看看原住民家人如何透过足语圣经 传统的乐器 以及世代传承的浓郁产业来荣耀上帝 三 二 一 启动APP 经历超过半年的努力 卢凯族与有生圣经APP正式启动 台湾圣经工会 长老教会卢凯中会 以及中华外科卢翻译会的通力合作 在牧者团队共同启动之后 宣布卢凯与有生圣经APP正式上架 用母语学习圣经不再困难 我们大力的推广 这个有生圣经APP 小朋友他们要找到卢凯族的语言 这个地方就找得到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们主要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我们的精神就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语言留下来 孩子们要找我们的话找得到 以至于念出上帝的话 卢凯的牧者们轮班担任配音员 监听员以及总监听 在屏通市区的神山教会二楼 用竹齿和棉被搭建的简易录音室 进行卢凯与有生圣经全书录制 我的母语也没有 一开始也没有非常的流畅流利 可是就是参与方译圣经 我觉得我是从方译圣经里面学习母语 所以我也相信我们的孩子们也可以 从圣经里面学习语言 你文字不可能把所有的语气完全记录下来 卢凯族是感情的民主 所以你要用感情来记录 不是说像一般好 你好 就是你好吗 就不一样 你真的非常好吗 又不一样 从祈老中生代到新生代中墓者 一起投入魔语有生圣经录制 化学世代的期许 要将上帝的话语继续传承下去 圣经是上帝的儿女明白他心意的不二途径 台湾圣经公会和威克里夫翻译会 长期致力保存及延续原住民的族语文化 目前为止已经完成达物族 阿美族 周族 太亚尔语 非南语的族语圣经翻译以及有生圣经 每一本族语圣经翻译都是从零开始的马拉松 洗跑之后就需要不同恩赐的专业人才借力来完成 长期尾声台湾圣经公会翻译的顾问 麦玉道牧师 曾经在阿美族有生圣经的感恩礼拜当中 提到有生圣经的意义 也分享当中延续原民信仰文化的提醒 可以打做教材 可以来promote 可以推广我们 上帝给我们的阿美语 so preserve promote 还有可以proclaim 可以来借用它来宣扬 上帝耶稣拯救我们的好消息 这个福音 每次都在一起来审查 就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觉得就是我们都是一个team work 已经翻译完成的有生圣经幕后工程 是由许多单位共同录制严谨审核 奇特的是录制的工程都不是在高规格的录音室来完成 而是用现成的空间改装成简易的录音室 花了好几个月录制完成 期盼完成的有生圣经能够成为原住民族群和上帝沟通的礼物 继续来传承原民的信仰 母语保存必须是由教会来推动 因为开始母语的运动 推展以及出版都是由教会开始产生的 一直到现今 第一个年轻人他们会非常方便使用 也可以直接做聆听 那第二个是对于我们对于阅读有障碍的 或者是他们没有办法看得懂足语拼音的这些长辈们 他们直接用听的他就能够感受去理解圣经所要传达的东西 足语圣经翻译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竞赛 因则部落其老逐渐老去 语言也会渐渐的消失 因此众人竭力透过足语的指本圣经 和有生圣经来保存母语